大家早晨好,我是大海 十月份呢,我帮一个朋友呢,花了两万多个钱 在我们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就是前面这套房子 一共是1680平方 这个房子,买完了以后呢,用了一个月时间呢,给过完户了 反正过户的时候吧,也是挺复杂 因为那个房东,他这个姓名呢,是他父亲的 他父亲去世了 完了,先继承给他母亲 然后从他母亲的那个继承完了以后,又卖给这个新房东的 费了挺大劲 卖完房子以后啊,完了给那个房东,让他倒房的时间 完了,刚开始也商量好了 屋里什么东西送,什么东西都不送,都说好了 倒房子的时间呢,是十月末,十一月初 今天呢,正好是十一月初 完了,我来那个求钥匙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环境,周边 他这个房子啊,一共是两个大门 前面一个大门,这块一个大门 但是这个大门呢,出门就对了河 我家乡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下雪了 这个河呢,都已经动了一半了 就剩中间那一块了 我拉近点看看 这个河上面飘着都是冰牌 我们这边的河动吧,是从两侧开始动 完了最终结果呢,把这个口一封死,那个就完事了 现在呢,再先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啊 我环绕一下四周 还有一个房子,等一会就再说吧 咱们先进屋 这个房子的长度啊,是六十八米长 进屋看看房东 完了,把钥匙求一下 哇,太冷了 我是从那个位置走过来的 这个是他侧面这个门 看看院里的环境吧 那个昨天那个新房东祝负我 说来年呢,他过来装修 准备把这个车库呢,要给改造一下 完了我就跟房东说了 我说你不用花太多的钱 这个地方吧,你来避避暑 完了,踩点当地山上的野生蘑菇啊 黄旗啊,踩点山货 完了,等到冬天的时候 拿回家就行 不用熟悉,因为你这投资 你就投资装修花个十万八万呢 将来你也是卖这个价钱哈 这有啥说啥 现在已经进入屋里了 谢叔 那个,我还有个事跟你说一下子啊 那个房东说了 那个车库吗 那里面不是你朋友的东西吗 他要你来年五月份之前给他倒出来啊 来年五月份 因为他五月份之前有可能过来装修 行 完了一会儿吧 这个冰箱是你的是不是啊 到处你拉走啊 还是放这儿呢 我啊 我拉走 我拉走 明年五月份我都拿走了 行,完了之后到处带到处你看看 完了屋里面之前说好的该送的东西啥的 你就一个不能动啊 行 那一会儿你就把钥匙给我那就行了 完了,让这个房东先看看 这都是之前他收拾的 之前的屋里面全是这些东西啥都可满了 你看 全部给收拾出来了 咱们再来上这屋看看 剩下不拿走的呢 他就不要了 全部都给房东了 这家具啥的哈 能弄到衣服啊 那先上衣服都会弄一下 这个 对 这个冬天有时候干啥 你看这个 这边毛肉大衣服都会弄一下 对 行的衣服就给屋里弄了 行行行 对,把那大衣啥的都给房东 这块这么冷房东想穿就穿穿哈 你好 咱们大家再上再来看看哈 嗯 之前这个铁锹啊 我我跟那个也说好了 他也给这个新房东给留两把 原来将来他来种个地啥的哈 看看这屋这情况吧 这个背啥的就是给房东给留下吧 行吗 行行 都都给留下 行 那你就把钥匙先拿来吧 交给我吧 对 那个 我还得跟大家说一声哈 这个房子的房审证啊 现在在我手里面呢 在我手里以后吧 正常来讲呢 我应该给房东给邮走了 但是结果房东家那块是一区 邮不走 我跟房东也解释了 完了这两天吧 他那块通了以后呢 马上就给邮走 你这哪个是哪个门的 这个是大门的啊 这个是 不是 这门的 这个是 什么木头门的 有木头门的 那这小的是哪的 小的车库 这哪一个车库以外的 这小的是车库啊 对 那车库要是你就拿去吧 往车库要是那个就不动了 因为里面有别的东西哈 将来再丢点啥东西啥 再赖我 对 你就把大门的给我那就行 大门是里头的 对 对 这个这个小的是哪屋的 这个小的是大门的 这个是屋里门的哈 行 嗯 把大门锁上啊 现在开始锁死了 哦 这是在按锁的 不是按锁 这是在里头锁吧 这里头锁不安全点啊 都在外头是吧 真管业呀 鎖上了哈 行 那我再检查检查 鎖上了 行行行走 这个呢 就是那个房产证的面积 1683.53平方 嗯 我到 我到我妈家了 现在开始把今天后台下的单子的货给优走 呃 这个木耳啊 是精品野生木耳 这个精品野生木耳呢 就过了两遍塞了 所有的榨的木耳全部给塞出去了 就是想找榨的木耳都没有 大家看看哈 这多干净 这个野生木耳啊 它长得大小不易歪瓜裂枣 大家看看它这个造型哈 基本上是没有一个一样的 你看看 一个一样都没有 看这木耳质量了啊 那个多好 这个木耳啊 是我家乡最好的木耳了 吃完这个木耳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木耳你都不用吃了 这个木耳已经达到最紧急了 呃 大家就想要这个木耳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找不到链接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的主页 然后在橱窗里 找野生木耳就行了 这个呢是花树绒 它是酱血脂血糖 泡水煮水喝的 呃 这个都是我们当年老百姓采的 这个都是我收回来的 大家看这质量多好 这个是野生蓝莓果干 这个野生蓝莓果干啊 里面是独立包装 大家看看哈 这一袋呢是一斤 它里面就是这样的 那个有很多那个果干啊 就跟那个蜜枣似的哈 都可甜了 赶上拿拿糖糊的一样的 这个蓝莓果干呢不是 看里面是一个粒是一个粒 看 这个蓝莓果干呢是酸甜的 因为野生蓝莓果干吧 它都是酸酸甜甜的 呃这个蓝莓果干就也在出窗里啊 完了大家要是找不到蓝莓果干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野生木耳 然后呢进入我店铺里了 在我店铺里找就行了 我现在开始干活了 嗯 对了跟大家说一声哈 现在我家乡这个地方啊 快递呢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完了大家下完单以后呢 最晚是第二天全部给悠走啊 嗯 这一袋装的呢都是蘑菇 都是今年的新蘑菇 小鸡肚蘑菇用的就是这一种 完了这个呢 这个是黄花菜 都是今年的新黄花菜 这个都是我收上来的 这个是黄芹 它是补气补血的 看看质量多好哈 一个是一个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到我家吗 我都过一遍塞了 这个是啥 大家知道吗 这个是干露胎 这一个客户给预定的 我这是费请拉近 从山上养露的地方给它拿回来的 现在开始干活 货已经包完了 现在去快递 这个大娘呢 是刚才来的 刚才来了以后吧 嗯 他把他家的手表他卖给我了 送了一块七十年代的老妹花手表 完了一会呢 我就给他送到高师傅家去保养洗油去了 这个这个手表挺好的品相 看看 我先卸上快递 我现在去快递 现在开始把大家后台下的单子全部给悠走啊 我开始添单子 好嘞 我来接呼伦贝尔全肉肠来了 现在下去休息 呼伦贝尔的全肉肠我拉回来了 嗯 这个是全肉肠 这个是牛肉肠 这个是牛肉肠 来来看看哈 这是牛肉肠 这个是全肉肠 这个重量呢 是一斤三根 重量只多不少 跟大家说一声 我妈现在开始上成腰了 正好三根 但是调的时候得费点劲哈 三根三根的 我妈还得这么就来回配 看 这个全肉肠呢 它都是熟的了 完了打开直接吃的 这是这是我家乡的特色肠 大家就想要的哈 就上我的店铺里 店铺里有全肉肠 牛肉肠 我一找就行了 活干完了 现在回家吃饭 我开始吃饭了 活干完了 今天晚上 宋姐炒一个 那个猿虫跟肉 完了这个是烙的饼 实际我最喜欢吃的是 土豆丝 我这一辈子当中啊 就吃过两个土豆丝 是最好吃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二姨做的 我上学的时候 在我二姨家住 我二姨炒那土豆丝老好吃了 第二次呢 就是好几年前 我去那个西藏的杨桌庸措 在那个杨桌庸措 就是从 从日喀则 不是那个 从拉萨去往那个 杨桌庸措的路上 往了路边 有一个饭店 那个炒菜的师傅呢 是四四川人 属于川菜 那个土豆丝炒的 也是老好吃了 那也挺香的 一共就吃过这两回 我先吃饭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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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